你想往江南吗 如果说梦里有江南 那么江南的梦里一定有苏州 如果有机会请一定要去一次苏州 看看这个白墙黑瓦的世界 随便找一条小巷 体验一次苏州人的日常和平凡 去周正园 感受一下江南古典园林的人文雅致和人情味 吹一吹夏天流原的风 看看这个水乡哲国的船建筑 都说一条平江路半步江南市 坐在河边的长凳 靠着栏杆吹着风 等到廊里的灯笼亮起了诺灭 姑苏最美的夜景都在网诗园里了 夜晚的网诗园有美景 有表演 在这里可以体验一次 旧时网谢唐前宴的美好 在水边找一处位置静静的欣赏 看斑驳的墙上岁月的印记 慢慢的走 细细的听 听一曲平弹 看一台戏 泡一杯茶 逛累了就在回廊里歇一歇 苏州大概就是 一切都是刚刚好的样子 隔天一早出发去苏州博物馆 感受大师级的中式艺术 苏州的园林各有千秋 但是绽放的荷花 是夏天江南共同的象征 每一个井 每一个屋檐 都有属于它的名字 每一个大自然的生命 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角色 墙上的台线 是苏州年龄的象征 它像极了垂老的暮年 远离虽老 却绿意昂然 苏州虽老 却没有凋零 阿好 在我身后的这座桥 就是丰桥 所谓的丰桥夜泊 相信大家小时候都有背过 月落乌堤 霜满天 江风雨火 对抽眠 接下来两句 大家应该都我的手能详 姑苏城外 寒三市 在这一座桥的另外一边 那一边就是寒三市 它会不定是每一小时 都会有钟声敲响 夜半钟声道客船 古代的诗人呢 就在这个小船里面 坐着坐着的时候 听到从寒三市 船外的钟声 不禁响起 思念起它的家乡 就在我现在所在地的地方 风桥夜泊 那个就是风桥 拜拜海三市 我们走了 太累了 太热了 这个地方 走 月落乌堤 一定要去一次石子林 走一次康熙皇帝 走过的迷宫 静静地听着河水流动的声音 看一次成群的假山 玩一次假山捉迷藏 每一个镂空都是一幅画 从制高点俯瞰园林的格局 穿一次汉服 拿一把伞 拍一组相片 欣赏一次夏天的荷花 凝视一次院子里的造景 穿过一次苏州的白墙黑网 在这个固定园林里慢慢的走 只手相干 把酒当个烟魂 红尘度满满 雨晴声远 夜晚的山堂街 多了一份人间烟火的气息 我好像懂了为什么林俊杰说 风到了江南就是年 第二次来吉利山堂 没有下雨 感觉上来说今天比较舒服 在路上我遇到了一位老奶奶 她对我说 心里如果有想去的地方一定要去 不要有遗憾 虽然说 想舒服了你 什么你 我要起诉啊 起诉 我在这儿求情 起诉 我又 求情 不如起诉 你好 什么什么 我这个求情 不如你的起诉 是啊 你只要说一口 说上一个词 我就能算得清清楚楚 只管分地理念 什么 我随随便便说上一个字 你就能测得出来 测得出了 好 那咱们就试试 我 matching你 苏醒 我 不过 让我 对 希望能不能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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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